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你接下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生活跟人生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呢在这本书哈克的应该是第八本书 真的是也是很会写的一个作者 当然今天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心意遥望台东是吗 跟他致敬这样子 那你刚刚已经听到另外一位 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的朋友 就是大家熟悉的嘉玲 那我跟嘉玲呢我们跟哈克认识蛮久的 好多好多年 而且见证他一路从在台中生活 然后去移民到台东 从台中移民到台东 对啊我刚刚是这么说的 因为不好分嘛 没关系我很相信我的发音 是 我很常翻过来练我的声音 对 OK 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见证了他 不管在自己专业的生命 还是他自己对自己看待上面的一个不同 那当然我想我们的很多听众 除了如果你原本是他忠实的读者 或者他忠实的粉丝之外 那对很多朋友来说 可能这会是你去认识他一本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符合他真实的一本书 那所以嘉玲 其实我想你对于哈克的熟悉度 会比我来得更高 那如果从你的角度 这是他第八本书 那跟他前面的七个 七本小孩有什么不一样 对我才一直想七个小孩的人 有什么不同 对 他前面出过生涯 像他第一本就写得非常好 也卖得很好 叫做做自己还是做罐头 那也有出过两性关系的 那也有出过姐梦 姐梦也是他很强项的一个作品 跟能力 然后也有出版亲子的 因为他有两个小孩 熟悉他的人都会知道 他在工作坊很喜欢提这两个小孩 所以我觉得我们仿佛也好像陪着这两个小孩 长大的感觉 那这些书其实我觉得都很好 那都写到哈克的一些 一些经验 但我觉得我自己在读他的第八本书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 但他都能重新诠释成 一个很有 他不是只是为了正面思考而正面思考 而是他真的去看见那个行为背后 那个心意或者是那个没有说出口的一些 一些状态 他都能掌握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翻过来看世界 如果你是从这一本书认识哈克的话 你真的是会有一种 真的有人可以这么容易的去看到生命的不一样的面向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我也想要来试试看 当你的生命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 你有能力翻过来看这个世界 我们一般人呢 在真实生活当中遇到的困境 无非就是一些感情啊 生涯的选择啊 关系啊 等等的 那我想这本书当中 呈现了很多哈克他自己经验的一个分享 甚至于包含他怎么去跟 他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角度 那里面有一些很精彩的文章跟例子 那是不是就请嘉玲直接用例子 来带着大家去理解 哈克他是怎么样去翻转他的角度 好 这本书一样就是哈克的笔触 是一篇篇的一个文章 那每一个文章都有他处理的议题 我自己选了几篇 我自己很喜欢的跟大家分享 像我很喜欢他有一篇叫做 直线与弯弯 逗点 冲刺与助 助足 助足 直线与弯弯 冲刺与助足 其实他谈的是 翻过来练声音 哈哈哈哈 他其实谈的事情是我们人生常常会觉得应该要直线加速 我们应该要很快的到达 但是当你人生可能maybe走到了可能像他40多岁 或者你开始不再是年轻的那种活力旺盛的时候 你会开始发现人生有一些状态是你没法冲过去的 你可能是需要绕路的 你可能需要迷路的 那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 因为我要花更多的力气 可是我觉得这边有一段话 他是这么说的 就像东方的庭园造景 弯弯区区所以一步一景 你去过日本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中国庭园你就会知道 他很少是像那个美国或者是欧洲的那个庄园 路很直 前面会有一个喷水池 然后你就会看到整个 一眼看到底 对对对 庄园的整个雄伟你都会看见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到中国庭园很多时候就是这里尝一下 那你问一下 所以空间不用很大 可是你却觉得很丰富 这是 这是如果你有去过日本的话 你会更感觉到 他们好厉害做这种事情 那哈克就把这个概念放到人生来拖 其实有些时候当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这么直线加速的时候 我们可以换一个星星来看 因为当路一弯的时候人就会慢 你开过车吧 那弯路的时候你不会再加速嘛 对啊弯路减速啊 你除非你是赛车手嘛 对对对你不能减速 这个时候通常就是要超过对方的手 正常的赛车手 他也只是在别人捡速的时候没捡那么多而已啦 对对对对 要不然还是会飞出去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通常都不是在厕所嘛 对对对 所以他就说路一弯人就慢 嗯嗯 然后你就会去看得见说一些不一样的状态 生命的一些风景你可以去体会 其实有些时候你可能在过完很充实的时候你没有去品味 也许生活着一些变化 Um 你必须让自己慢下来 你才可能去感受这些变化 所以我很喜欢他对那个弯路的诠释 嗯 他是说是为了让你慢下来去更靠近这个世界的美好 而不是去说绕一些弯你要想办法赶快再多学一些东西 避免掉这件事情 有时候我发现很多人 在他生命当中不得不减速要过弯或进弯的时候 他仿佛就有一种感觉是 好像自己缺乏了什么能力 要聚集更多的能力 但其实他可能没有回到一个根本去思考跟体会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一直想要用加法来过他人生 导致他一直无法好好的过弯 或者他一直无法去 在他现在可能生命到不同阶段的时候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那其实像刚刚嘉玲提到的那个绕弯 有时候我其实回到我自己的生命的经验里面也有啊 有时候真的碰到一些你不得不减速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你真的有办法 应该说老天爷逼着你一定要停下来 看清楚自己在哪里 然后想清楚接下来要去的方向 甚至于有时候要学会减法 你不是每一场仗都需要打 这个是我觉得自己也很呼应的部分 不知道是不是也因为年过40了 一生长叹 好来翻过来看世界 这是现在是最最丰富美好的年岁 最饱满的年纪 OK 那第二篇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他有一篇叫做如果有足够爱人的能力 说不定就不用那么害怕失去谁 他在谈的是失恋这件事情 那以往我们可能安慰失恋的人就会去说 你很好啊或者是不可惜啊 或者是他就陪你 就这些话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篇里头 我去看见的事情 是的我们失去了一段关系 但是我们也因为拥有过这段关系 我们学会了爱人这个能力了 其实他就在一个失去的过程中看到得到 我觉得这是他很能够去移动的一个位置 在相反边里头找到资源 那我自己在看这边的时候 我也会有很多感触 就是有些时候关系 他一定就是来来去去的 那我们不用每一次觉得说 好像就跟自己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就一定是自己的错或对方的错 或觉得可惜 其实说不定对方就是 来到这一段关系 教会我们一些很重要的 一些体会跟成长之后 他本来就应该要离开 可是他已经留给你 或你们已经一起创造了一些很美好的事情 可以从这里去看 所以当你有爱人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不用害怕失去谁 那我自己在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也会有一个感触 像我们自己是教沟通的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那你学沟通是不是就应该是要能够 跟大家都能好好的沟通 这听起来很可怕 都可以跟人好好的相助 可是我其实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的想法不是 我反而是觉得因为你会沟通 所以你不害怕失去任何人 因为你懂得怎么样叫做新的建立关系 就很像在商业上面 商场上面也是 就有一个说法就是 如果你曾经创业过 或你也成功过 其实你不会害怕离开某一个机构 因为你已经拥有了那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那个背后的逻辑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对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人不管在面对爱还是面对关系 似乎大概会有一个信念 就是今朝此刻我们在一起 而未来我们就要永远在一起 可是这世界上就算是同样物种的东西 每一个生命的路径都会不一样 甚至于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是造成很多 包含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亲子痛苦的来源 就是我的孩子就要跟我一样 或跟我想的一样 那当我没有去认清这个本质的时候 你看哦 我们要不就是会对于说再见这件事 或者一段关系可能慢慢的走到 另外一个阶段这件事充满了害怕 再不然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害怕可能就会造成 这这哈克的书 应该说哈克的文字带给我们很大的温暖 可是我一谈到这里我不免想到最近的一些社会事件 对因为 因为就因为想要 想要拥有的那个执着太强烈了 所以你就看不到其实可能分开来或放下之后 彼此可以有的空间更大 对啊 所以极端一点真的像那些所谓的危险情人啊 恐怖情人啊 真的 我觉得或许他们的Lesson 1是要先读一读 翻过来看世界 我觉得他们可以先认识一下哈克 对 他们就会发现呀 世界上有人可以活成这样 对 好 那第三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 很有趣的小故事 那这个片名叫做带着祝福重新命名 哈克谈的事情是他的女儿有一个同学 嗯 那他认识这个同学很久了 那这个同学可能在大人的眼里叫做出神经 哦 神经比较大条 神经就反应慢这样子 那有时候我们大人就会一直急着说 那你要快一点啊 你要跟上世界的脚步啊 之类的这样子 但是哈克却重新的命名说 这个孩子其实是纯真度很饱满 嗯 他一次就会把一件事情做好 嗯 就他会去翻过来看这个角度 嗯 去看到这个孩子美好的地方 嗯 不是强迫他 一定要变成某个样子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一直在跟他学习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受这个环境 或我们自己从小的那个习惯是太强大的 当我们一感觉自己不好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觉得应该要拿掉他 嗯 或者是改变他 而不是去接受他 嗯 我真的觉得他不是 不是为了写一本书 去写这个 他是本来就活成这样 嗯 而只是把这些相信分享给大家 嗯 那最后我想要分享的一篇是 在第55篇是我读了非常非常感动的一篇文字 那这段话不是哈克说的 是哈克去上那个Satir的一个工作坊 他所写下来的一段文字 我觉得很美 那有点长 可是我很想要念给大家听 因为我觉得 那整个过程就是在讲 我们怎么样 用不同的角度看一个人的状态 那这篇的片名叫做 会不会他真的不是在抗拒 嗯 那这段文字是这样子的 那个冬天 他身上盖着厚厚温暖的棉被 请求你 请你不要粗暴的把它 好不容易盖好拿来保温的棉被掀开 逼着他出来面对冷冽的寒风 即使那床棉被看起来已经破旧 线头也漏在外头 可不可以深呼吸一口气 放掉掀开棉被的念头 在屋里的角落 升起一个炉火 慢慢加上炭火或厚实的木头 慢慢的火 温温的气 蔓延到整个屋子 泡一壶热茶 煮一杯咖啡 说说话来聊天 让那个怕冷的身子 从里到外 从外到里 温暖起来 然后 他会不会也深呼吸一口气 勇敢的掀开棉被 起身下床 跟你一起坐在炉火边 平起平坐 说说话 聊聊天 然后 有一天 会不会他看着窗外 一丁点的绿意 鼓起勇气说 我们要不要出去走一走 看看冬天的冷 是不是得以承受了 我觉得这一篇他就是在讲 当我们陪伴一个人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都太急的 想要跟他讲说 你应该怎样 这里不冷 应该怎么做 而 这里头这一段文字 他就会讲说 如果他冷 我们接受他 现在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要做的 不是逼着他赶快行动 而是我们去做 能让他感觉暖起来的事情 比如说就是 去烧炉火的木头 不是去硬 把他身上的某些东西拿掉 告诉他怎么更好 而是我们去创造 他可以更有勇气 踏出来的方法 这或许慢 这或许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而且这过程当中 我们会觉得好 好辛苦 或者是觉得 不是有更快的方法吗 对 可是 我觉得那是 背后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容 跟温柔 去看见一个人的样子 接受他的样子 而不强迫他 变成某个状态 那我在读这段文字 我会很很触动的原因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提醒 提醒我来到每个面前的人 如果他不是那么的 让我觉得 如我的预期跟我互动 然后我觉得有点辛苦的时候 我不要那么快的 想要把他的棉被掀开 跟他讲中 你给我站起来 而是能够去看见 那我还能为他做什么 他想要用他的速度就好了 我们就尊重他有他的速度 那也不用在过程当中批评他 他慢还是干嘛的 就是这就是他 他不是在抗拒 他就是用他的速度 我刚刚静静的在听嘉玲分享 他不只是给很多人 很多读者 很多生命 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特别如果回到我们的专业工作里 我们经常需要去陪伴很多个案 在这过程当中 他也是一个给我们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那这个提醒就是 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 那个纯真度很饱满的孩子 包含那个 我们如何用对方的速度 并不是说服他 其实外面不冷 而是让他能够 有内心的暖起来 这里面不是 我想可能很多人 在读这些文字的过程当中 你在享受文字的过程当中 我很鼓励大家去感受那个背后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跟出发点 我们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角度 去靠近别人 真的重点不在于他写的文字 跟他说的话 而是他的那颗心 让这一切会变得自然 那因为这样的一份自然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翻过来看世界 就让我想到 其实最近这几年 大家很强调翻转翻转翻转 其实生命本来就会翻转 可是当这件事情 变成是一个很刻意的强调的时候 它又会变成是一种强迫了 是啊 而不是一种很自然的流动 对对对 好 所以回到你身上吧 是 跟哈克这样的一个接触 你生命当中 也受到他很多的一个影响 非常多 包含透露在你的文字 各方面的一个部分 那你自己的功课呢 有哪些部分是透过这样子 得以翻转的 好我自己的功课啊 我就在读完的时候 我重新思考了 什么叫爱面子 我身边 可能我亲近的家人 有人爱面子 那包含我自己 有时候也会被说 嗯你就是一个爱面子的人 以前会觉得这个东西 不舒服 嗯 可是我后来就想 那翻过来看这件事情 会是什么 因为爱面子 这件事我们可以 重新理解成 什么状态 好 我就觉得 爱面子它是一个 很想跟大家分享好东西 嗯 所以爱面子的人通常都会 比较慷慨 嗯 那我觉得那背后还有一个东西 爱面子的人 其实是 他不愿意让人失望 嗯 他其实是很努力让 把自己做好 嗯 这个是一个很 很努力向上的动力 我们能不能去看见 跟接受 也包含自己去接受 这件事情 那我就可以开始去 去 去翻转一些 可能自己也 还在修炼的一些 标签也好 嗯 或者是一些 以前过不去的情绪 可能在我亲近的人身上 我会觉得 嗯 这是怎样怎样怎样 好 但是我就可以觉得练习着 那翻过来那是什么 里头有没有什么资源是 我可以去看见的 嗯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嗯 嗯 我们谈到这边呢 其实阅读有很多种不同的滋味 嗯 其中有一种滋味 就叫做 它不是给我们脑袋里面塞进东西 而是去调整我们的心 调整我们看事情 看世界的一个角度 嗯 那这本书呢 其实透过哈克文字的流动当中 它一步一步的 让我们发现 不是学习如何重新诠释的方法 嗯 而是让我们活出 可以重新诠释的生命状态 是的 这是我想这本书 或许可以带给你最大的一个帮助 是 好 那 呃 每次 谈哈克的书都好难结尾 好 因为 要很 要很刻意的结尾 就不是哈克的味道 是 那我想这份结尾 留待 你真的翻开了这本书 在一篇一篇文字当中 去享受的过程当中 嗯 帮自己做个注解 是 因为你要翻转的 可能是你要活得更自在 但是也有可能是 你此刻生命要翻转的是 如何活得更积极 都可能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可能性留给你 对啊 那如果你觉得看哈克的文字 不过瘾 嗯 我们七点文化也有为哈克 就关于这个翻过来的系列 也退出一些工作坊 那相关的讯息 大家都可以在底下的 是 资讯列里头看见 是 我们很期待 能够在七点文化教室里 跟你还有哈克一起相遇 是 那我们今天的书评 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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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